台湾这名的私立大学淡江大学传出了有学生持刀挟持人质 这名大四即将毕业的男同学今天突然情绪失控 带着一把水果刀藏进了心理资商室的办公室 他先动手攻击一名男老师 然后挟持了两名女工读生 教官在文训之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断地跟他沟通 趁机夺刀才结束了这场恐怖攻击事件 原本只是想追问学校里冲突 事件的发生原因 没想到校方不但闪闪躲躲还跑给镜头追 甚至连面对媒体时的说法也出现前后矛盾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让大四男生会持刀闯入办公室 先划破男老师上衣再夹持两名女工读生长达十分钟 虽然冲突很快就被教官控制 但更夸张的还在后面 因为过程中有一句话 听了连救护人员都感到毛骨悚然 只有一句话说他想先不晓得杀到谁 然后先杀掉人然后再自杀 他说的人我就不晓得是哪一位 这段中你没有看到警察其实被挡在门外 对我们群聚到现场也是被挡在门外 都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个患者 拒绝辖区警方介入调查 忽视校园安全的动作让人意外 大学形象肯定因此受到严重伤害 中天新闻刘家伟徐华川台北采访报道